好 为了要扩展服务的面向 也提升了同仁们的专业技能 吉安湘工所在每个月 都会规划办理各项的研习活动 而这一次呢 是邀请到了花莲县记者协会 前理事长梁国荣担任讲师 到场来分享新闻写作的实战经验 也提升了客室同仁们的沟通时的表达能力 6点6点半 7点7点半 意思类对半点我们都有新闻 所以我们广播叫做现在的新闻 吉安湘工所为了扩展服务面向 也提升同仁们的专业技能 在每个月都会规划办理各项研习活动 来看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报道的速度慢 才有机会可以做深入的分析 事后下午 花莲县记者协会前理事长梁国荣 受邀道场担任讲师 除了分享新闻写作的实战经验 也提升客室同仁们沟通时的表达能力 邀请到前记者协会理事长梁国荣理事长 来为我们做精进的课程 希望有效的提升整个公务人员的一个 语文的运作文书的一个统整 以及未来发文跟写作的量能 希望全方位的学习 带来公务人员丰沛的服务能量 这也是我们应该精进的一个多元的学习 所以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同仁一起来报名 而且非常认真的在听讲 我们也希望带来的是 吉安相公所服务整个动能量能服务的提升 也带来满满我们所有相亲的一个互动的能力 我们一起加油 由淑贞鼓励同仁全方位学习汲取新知 与时俱进丰沛公部门新时代服务能量 更带给乡亲更完善创新的建设与设服措施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道